丈夫贪图我的财产 对我没有感情 婆婆诬陷我找野男人 骂我的孩子是野种 她还想害死我 和我丈夫一起吃绝糊 婆婆古一花是丈夫的后妈 丈夫的妈妈很早之前就死了 丈夫狠听她的话 几乎言听计从 婆婆一向不喜欢我 没少刁难我 幸好我和木子明有自己的房子住 眼不见为净 我下班回到家 婆婆翘着二郎腿 上下打量我 鼻子哼着气 妈 您怎么来了 儿子接我来的 以后我和你们一起住 她用那双又小又狭长的 眼睛肆意地打量我 这么晚才回来 不知道心疼你老公 给她做饭 我弄了弄嘴 勉强歉意地笑道 不要一舍妈 我工作太忙了 自己也没吃饭 婆婆斜眼瞧我 翻了个白眼 朝地上吐了一口水 她偏头和我丈夫说话 他们对视 丈夫眉眼温顺 儿子 她这么晚回来 也不知道跟哪个野男人鬼婚去了 妈 我没有 我高声反驳 儿子 她凶我 婆婆气地蹬了我一眼 胸脯起伏 差点喘不过气 妈 别生气 丈夫与其温柔地安慰婆婆 转头冷着脸对着我 尹子美 你还不快和我妈道歉 道什么歉 我又没有错 穆子明愤怒道 她是我妈 你把她气着了 还不肯道歉 你的家教在哪 呵 差点忘了 你爸妈早死了 你哪来的家教 看着穆子明一口一个妈 格外袒护她 对我却是恶语相向 她明明知道我的家庭是我一辈子的心理创伤 她照样帮着婆婆对我 我眼里泛酸 语气有点哽咽 穆子明 究竟是谁在和你过日子 是你妈 还是我 看我要哭的样子 穆子明握住我的手 放软了语气 道个歉而已 又不会少快柔 慈美 日子还是要过的 看我不吭声 婆婆站起身来 插着腰 气势汹汹地叫嚷 打她一顿就好了 三天不打 上房接瓦 穆子明 这是我们的家 不是你的家 我对视上她的眼睛 十分委屈 穆子明眉头紧皱 对我说道 我带我妈来注视天经地义 婆婆讥讽地笑出了声 她 不会是被我说中了吧 在外面和野男人勾搭 恼羞成怒了 被婆婆这么一挑拨离间 穆子明怀疑地盯着我 一字一句地问我 印子美 我妈说的是真的吗 你在外面有眼男人了 我没有 没有 没有你反应这么大 婆婆不由分说地给了我一巴掌 我的半边脸都肿了 我刚想抬手回她一巴掌 她躲到我丈夫后面 丈夫一把禁锢住我的手 把我一甩 她力气太大 把我甩到了墙边 我的脑袋因为磕到了硬邦邦的墙而头痛欲裂 她进了卧室 婆婆紧跟着进了卧室 我爬起身来要进卧室 被婆婆一把推开 我的身子摇摇一坠 险些跌倒在地 见火 你老了事事呆在客厅反省 今天我和你老公住 婆婆关上卧室的门 我在门外猛敲 这是我的房间 妈 你出来 穆子明 穆子明在里面回答我 声音带着韵色 别敲了 再敲就离婚 她知道我爱她 知道我最怕她这一套 我不敢出生了 我们共同住的房子只有一间卧室 空间不大 在寸间寸土的一线城市里能买到这种房子 也要大出血 这是我的婚前财产 穆子明没出一分钱 我全缩在沙发上 心像是割裂了一般疼 一夜无眠 二 工作正忙 婆婆打来了电话 你今晚早点回来做饭 伺候好你老公是你的第一职责 妈 我要工作 我丈夫虽是博士后 但是他动手能力不行 不通人情世故 结婚五年了 他的工资没有任何上涨 我的工资已经是他的三倍 家里的胎支一直是靠我主称 你是不要彩礼也要嫁给我儿子的赔钱货 不做好一点妻子的本分 我就让我儿子跟你离婚 我咬唇 怒火攻心 刚想放什么狠话 一想到婆婆后面站着穆子明 我就忍不住泄气 知道了 妈 我跟上司好说歹说 只差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胡到对方脸上了 才同意我早退 厨房里 婆婆围着围裙在做菜 丈夫双手站在他旁边 两个人笑意满满 毫不温馨 我的心脏好像掉进了冰窟里 冷到了极致 丈夫从来不会和我待在一起时 表情这么柔和 脑子里突然有个疯狂的 不切实际的一个想法 木子明 他不爱我 他另有所图 你们在做什么 我明明是质问的语气 因为内心的震撼和失落 而显得有点无力 木子明头也不抬 说话语气平常 甚至有点轻松惬意 你回来了 等会儿就吃饭 妈说你回来得太晚 他先做了 婆婆放下菜刀 对我很是不满 我之前不是打电话让你早点回来 这都几点了 我看了手里的表 四点半 这么早做晚饭 婆婆肯定故意的 看着木子明听婆婆数落我而无动于衷 我的眼睛像被针一样扎得刺痛 我费了很大功夫才申请到了早退 婆婆挑眉 你的意思是怪我了 木子明帮着婆婆说话 子美 妈只是关心我没饭吃 你也是个女人 我妈肯喂我做饭 我没见过你做过饭给我吃 我胸口被一块大事给堵住了 我心中有万千委屈说不清 木子明 当初是谁说家务活自己全包 不要我做饭的 我说不用你工作 我的工资足以养活这个家 你听了吗 你没听 你说男子汉怎么能吃软饭 这话 你妈来了 倒怪我头上了 话被我淹了下去 我知道这些话说出来太伤她自尊了 婆婆要切菜 蔡莉一不小心知道了她的眼里 她夸张的疼的直转圈 上蹦下跳 木子明扶着她的脸 安抚好她 细心地给她吹眼睛 结婚五年 我从没见过木子明对我如此 以往和她撒娇 她的脸冷如冰霜 我鼓足了勇气 问她 木子明 你和我结婚 是不是只图我的财产 她 婆婆抬手给我一巴掌 她的薄唇张开 乌颜慧与顿出 你一个没人要的赔钱货 扫把星 我儿子娶了你 你已经该感恩戴德了 你的财产 那是我儿子的 你一点份都没有 我捂着被打得发烫的脸 在木子明的身上来回扫尸 心里在滴血 木子明察觉到我的表情不对劲 知道婆婆说出了什么不好的话来 她瞬间慌了神 要来抱我安慰我 我躲开了 她的手举促得不停搅动 她责怪地看了一眼婆婆 妈 你说话怎么口无遮挡的 婆婆冷着一张脸 莫不作声 子美 我是真的爱你 我不是图你财产 你别想多了 木子明说着话 眼神却在躲闪 我的内心警铃大响 她和我结婚 目的绝对不单纯 这几天我对木子明不理不睬 只睡客厅 木子明也没让我回窝视住 尹子美 我再说一次 我没有不爱你 你能不能别耍小孩子脾气了 木子明恼火地在我面前跳脚 她一直端着的斯文模样早已崩塌 和她相处这么久 没见她对哪件事这么上心而生气 我不想搭理她 我的气根本没有消 婆婆在卧室里面隔着房门 扯着嗓子跟丈夫说话 儿子 别跟这种没有文化的女人讲道理 这女人冷落几天 她就乖乖听你话了 木子明这招确实用过不少次 这次可不奏效 木子明也知道她这招没有效果了 转头看了她握事一眼 回道 妈 你也别气了 慈美不是故意要怀疑我的 我被她这句话给逗乱了声 心里只想冷笑 木子明以为我是高兴了 要摸我的手 我拨开 我觉得恶心 木子明揉着太阳穴 十分无奈 你是不是非要跟我摆谱 我没有回应她 我不屑于回应 和她说话简直就是鸡同鸭讲 木子明狠狠道 那就离婚 我火气上来 张开嘴 麦开腿 好啊 离就离 我去拿证件 赶紧离 木子明正正 她没料到我是这反应 她拦住我 她的眼眶周围被染上了微微的红色 尹子美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我耻笑一声 你管得着吗 你这个贱人 居然背着我儿子乱搞 婆婆从房间里跑出来 抬手又要给我一巴掌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我借住她的手 反手用尽全身力气返还给她一巴掌 你敢打我 婆婆捧着自己的脸 木子明望向我 两张脸 都是不敢置信 打你怎么了 你这个老妖婆 只许你打 不许我还手 婆婆一刹那哭出了声 顺势倒进木子明的怀里 嗚嗚而字 这个小贱人打我 你可替我做主啊 木子明心疼的轻轻碰了婆婆的脸 婆婆撕的一声直叫 尹子美 你敢打我吗 我妈说的对 你这种女人 一天不打 上房接瓦 今天我要代替你死去的爸妈好好教训你 她挽起袖子 看起来不认我这个媳妇一样 面目可憎 她的拳脚还没落在我的脸上 我呜的一下 吐了一地 她的手脚纹屎不动 整个人呆若目击 我好像怀孕了 我抬头吐出一句话 对上木子明和婆婆呆滞的目光 木子明和婆婆陪我做完了检查 医生说我怀孕有六周了 从医院出来 木子明和婆婆的眼神就没往我肚子上移开过 紫美 我们把孩子生下来吧 我以后要当爸爸了 哈哈哈哈 木子明知道自己喜当爹 很是高兴 妈 你也要当奶奶了 高兴不 婆婆从医院出来就一直闷闷不乐 高兴个屁 肚子那么大 看起来就不像是六周 像六个月 也中一个 你不是说你跟你老婆只有两个月前有过房事 先前的半年根本没有吗 木子明连房事也跟婆婆说 我心里对他们的厌恶登上了顶峰 婆婆这一席话给兴高采烈的木子明浇了一盆冷水 她仔细观察我的肚子 看起来确实不像是六周的 印子美 你是不是背着我跟别人偷吃了 木子明的审问完全是肯定的语气 看着他一副极其不相信我的嘴脸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木子明 我没有 那你告诉我 你的肚子 是怎么回事 木子明的声音响亮 医院外的整个街道的人都听见了 朝我头来异样的目光 我是之前蓝尾炎 后面肚子胀气 显怀了一点 所以才不像六周 我的肚子只是微微凸起 根本没有婆婆说的那么严重 鬼才信你那说词 婆婆拽着木子明 要拉木子明走 这种女人水性洋花灌了 儿子你快和她离婚 别被她祸害了 木子明不走 她的眼球充满血丝 想要把我生吞活活 尹子美 你告诉我 你到底偷没偷吃 我说没有 你信吗 木子明无声的回应 回答了我的问题 她不信 她相信她吗 离婚好啊 这孩子 我也不想要了 我流产打掉 我坐在地上 跟婆婆刚上了 离婚就离婚 谁怕谁 我对木子明如今心灰意冷 不害怕离婚 离婚以后 你别想拿一分钱 这些钱全是我儿子的 婆婆道 我不客气地回敬她 你想得倒霉 该净身出户的是你儿子 木子明眼睁睁地看着我 从以前温柔体贴的梁家妇女 变成和他妈叫嚣的飘悍女人 声音反而有点难过了 尹子美 非要闹到这个地步吗 就没有一点挽留的可能吗 没有 婆婆伸手要打我 被丈夫拦住了 你这种赔钱货的烂脾气 还不如儿子带我见的一个大学生来得听话懂事 儿子给点钱 要他干嘛他就干嘛 你倒好 当成祖宗了 婆婆话说完 才想起来自己说漏嘴了 再看木子明 他的脸色铁青的难看 大学生 木子明背着我包养女大学生 裹充木子明大吼 木子明你不要脸 离婚 在木子明那碰了一肚子气 我连个招呼都不打 直接搬出家 在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子住 微信上联系了当初的高中好友冷西容 他目前混得风生水起 在一处律所工作 和我所在的公司也有来往 我直接甩给冷西容一大段关于木子明的丑事和对我的不公 我早跟你说过了 木子明这人不靠谱 长得人母狗样的 眼神看起来就不像是好人 姐妹你糊涂啊 我劝都劝不住你 我苦笑一声 回他 这不是报应就来了吗 你也别灰心 按你这情况 让他净身出户并不难 只要你拿到他出轨的证据 比如和女学生一起纳傻的视频或者照片 微信上的疗骚啊 我相信木子明净身出户的概率百分之百 冷西容说他的业务能力很强 会给我打好官司 有了他这颗定心丸 我稳住了情绪 不过你怀的孩子怎么办 冷西容问我 我想打掉 可以 反正你失业心很重 留着孩子 也没有功夫陪他 我抚摸了一下肚子里面的孩子 心下愧疚 眼泪不知不觉掉落下来 聊到最后 冷西容不免还是担忧我能不能拿到证据 我让冷西容放心吧 在得知木子明背着我包养女大学生之后 我查看了一下自己的账户 发现他用我的卡里的钱 包养别的女人 自己的钱是一分也不动 足以证明他很抠门 我把自己卡里的密码改了 看他怎么取钱去酒店开房 他也只能在家开房了 我掏出手里的备份钥匙 我之前跟木子明说 家里只有两把钥匙 为了以防万一 其实还是配了一把 他没问 我也没说 搬出房子以后 我把钥匙留在了房子里 他估计以为我是进不去房间 看他干着恶心龌龊之事 木子明 你没料到我还有这一手吧 我戴着口罩和帽子 在木子明的小区下徘徊 木子明一直有个习惯 只要他周五早点下班 便和婆婆一起出发去菜市场买菜 这得多亏了婆婆在我耳边炫耀念叨 要不然我还不知道他有这习惯 前进了家里 我在卧室里把录音器和微型摄像机藏在隐匿的角落 便悄悄溜走了 莫过几天 电脑上果然出现了木子明和女大学生一起耳边撕磨的画面 木子明的胸前被小三的指甲弄得红了几道痕迹 他的脸活而带着无尽的欲望 眼神迷离又陶醉 两个人难舍难分 十分陶醉 完事以后 他送走小三 小三走后 婆婆进了卧室 她神情自若 好似完全没有听见房间里传来的声音 我看得胃里发酸 快吐了 他们坐在椅子上商议事情 离婚的事你打算咋办 我不想放弃财产 木子明闷声道 婆婆冷笑 我早知道你和她结婚就是贪图她手里那点钱 要不然你怎么可能看得上这种上不得台面的货色 妈 你少说两句 人都走了 你处出真感情了 木子明 我当你后妈这么多年 在你那酗酒的窝囊费地手里救了你多少次 你上学的费用全是我给你出的 婆婆打起道德绑架来 丈夫招架不住 妈 那怎么办 她看样子是不会净身出户了 儿子 她资产可不少 你甘心就把财产分一半给她吗 她在一刻终于不再伪装成道望岸然的模样 贪欲无穷无尽 还是妈懂我 我怎么可能甘心 婆婆狡黠一笑 要想拿到全部的财产 只有吃绝户 吃到绝户 我才能踹掉你那废物酗酒的爸 和你还有刚刚那个小孩一起住 你杀过人吗 木子明将了将身子 摇头 那妈教你 我的身子贪软在椅子上 缓了一会儿 我定了定神 原来只是打算录到木子明出轨的视频和木子明离婚 没想到他们密谋着要杀我 木子明 古一花 你们可看走眼了 冷心容那边得知了我所透露的消息 一时静默无声 看着屏幕内狼狈围歼的两人 我扬起一抹冷冽阴狠的笑容 谁赢还不一定呢 我改变主意了 我要整死他们 木子明给我发话 他同意静身出户 婆婆走了 他只要我回家陪他摔在卧室最后一晚 我打扮得漂亮静致 脚步轻盈去见木子明 木子明顶着黑眼圈打开门 你的眼睛怎么了 想你一宿没睡 呵 是杀人之前的惶惶不安导致的睡不好觉吧 看见患人一心的我 他眼前一亮 视线下移着我平坦的小腹 几秒后又暗淡了 没错 我孩子打掉了 给木家传宗接待的孩子被打掉了 木子明心里应该很不适滋味 来我们的卧室吧 我点点头 木子明要关上卧室的门 我阻止他 怎么了 他有点紧张地问我 打开通气一点 我道 木子明没有想太多 也是 木子明和我一起聊了很多 大部分的时间全是他在说 我在听 心不在焉地听 木子明好几次换我的名字 才把我的注意力拉回在他身上 尹子美 如果你静身出乎就好了 木子明在我身上四处描 最后停在我的嘴里 我躺在床的边缘 离木木子明远远的 他就像个发霉的袜子 我连闻都觉得难受 木子明以为我睡了 起身的动作很小 我却出声了 木子明 你去拿 木子明机械地回头 表情不自然 我喝水 我说我也想喝水 跟木子明一起去了客厅 我叫木子明帮我倒杯水 我连续要了三杯水喝 晚上我装作沉沉入睡的样子 木子明捏手捏脚地 用杯子的边缘碰上我的嘴唇 往我嘴里灌水 人睡着以后 水进了嘴里 很容易窒息而死 这很适合伪装成自杀 木子明想我死 我恨的手指掐进了肉里 木子明低声嘟囔了一句 不要怪我 要怪就怪你自己 好好听我和妈的话 什么事都没有 背口碰到我的嘴唇 我立马睁眼 拍掉了木子明手里的杯子 杯子掉在床上 木子明的表情从慌乱变成猙獰 你装睡 我放声大笑 指着他 眼神愈发森冷 动手 卧室的衣柜里跳出一名 我花钱雇来的帮手 他眼急手快 朝木子明的后脑勺就是一下 木子明瞬间昏了过去 我把备份钥匙给了帮手 在木子明给我倒水和我喝水的功夫之前 我发信息提示帮手神不知鬼不觉地进来了 木子明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我用高跟鞋在他的脸上踩了一脚 木子明 背叛婚姻和伴侣的人 可没有好下场 接下来才是你和你妈地狱的开始 婆婆回家之前 我们其实见过一面 她来我公司找我 直接摊牌木子明出轨 女大学生还是她介绍的 你就是一提款的工具 你拿什么争男人 看着她洋洋得意的嘴脸 我觉得她很可悲 古一花 我对你的杂种儿子没有争夺的兴趣 我关心如何把你们往死里逼 古一花让我放马过来 她说我永远不可能赢了 古一花 你很可笑 我会让你和你的儿子输得很惨 以前过年时陪木子明回去看过她吧 她爸对我态度很冷漠 只问木子明带酒了没有 木子明说带了酒 公公一看不是茅台酒这种档次的 当场把木子明毒打了一顿 因为护着木子明 我也被打了几下 公公的拳头真的很硬 硬当木子明要住院一个月的程度 当时木子明惨兮兮跟我诉苦 我还同情她 叫她以后好好和我住 我们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我当初怎么就不让公公把她打死 人渣还是需要更人渣的来治 我在婆婆回到家之前 把丈夫和婆婆密谋杀害我的录音视频一起备份给了公公 里面提到了他们嫌弃公公 要把公公抛弃自己住的信息 公公怒火冲天 婆婆被公公打得鼻青脸肿 还断了几个肋骨 住进了重症病房 我觉得这还远远不够 木子明在古一花的病房醒来 看见我活生生地出现在他面前 他瞳孔地震 他道 你原来早就知道 你看看这是谁 我抱凶 让他看他身后的男人 强壮而面目凶恶的公公 看到是公公 木子明条件反射地抱住自己的脑袋 爸 别打我 公公蹬时一脚踹向他的裆部 木子明疼得嗷嗷叫 兔崽子 背着老子偷心 还想带我婆娘一起住 不管老子 真是找死 公公又补了几拳 木子明怂得要死 不敢反抗 古一花睡在病房上 眼皮子直跳 我抓起他的脚 一挠 他挣扎 被公公瞧见了 该死的婆娘 你给老子装睡 公公大叫 他大有一副把呼吸机给停了的架势 公公啊 你把他们带回去好好调教一下 公公挥了挥手 道 还用你说 木子明猛地抬头 像看我一样看着我 我去高临下地俯视他 他虽有点毒性 捏死他跟捏死一只蝼蚁一样简单 木子明 我管教不了你们 公公总可以吧 不 木子明急地爬过来 抱住我的小腿 爸会打死我的 求求你 帮我 我帮不了你 你不是最听你妈话吗 去问他怎么办 我把腿往后一退 他的下巴因为惯性被膝关节的骨头撞疼了 木子明道 我 我不是故意害你 是妈 是妈他贪图你的钱 要我害你 我被他给骗了 我露出一副你觉得我信吗的表情 古一花在床上寄得只可写 他奸生道 你胡说八道 明明是你都给我闭嘴 公公一手拽着古一花的领子 你给我出院 一手扯着木子明的头发 把他拖走 公公力大如牛 他发誓 要把他们两个毒打到他消气为止 我没想到的是 公公叫我删了木子明出轨和他们密谋杀人的视频 都是一家人 公公毫无感情道 他没有工作 那里舍得把自己儿子和老婆往死里逼 逼死了 谁账户他 谁给他钱花 公公不直说 我却知道 然后我不按照他说的对 我没有什么好下场 好啊 我到 我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手机里面的视频删了 木子明和古一花在公公家身不如死 好几次打电话来咒骂我 我都挂了 正在办公 周围的人在隐秘地看着我 我有预感 坏事要发生了 我被上司叫进办公室 办公室里站着木子明和古一花 公公三人 公公心虚地看了我一眼 抿了抿嘴 多日不见 我都快认不出他们来 木子明和古一花脸上挂彩 一个比一个惨 没想到公公会让他们来公司闹事 上司指着他们 对我说他们说你出轨 独打丈夫婆婆 两人露出手臂 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好肉 我说他们这是污蔑 不是你干的 还是谁干的 古一花道 你是我见过最舍歇心肠的女人 木子明道 两个人抱打一旁 无耻下流 他们料定我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不是我干的 到头来我哑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出 领导让我卷铺盖走人 我不走 领导皱眉 我让领导看手机上的热搜 领导干脆利落地打开手机 一看 傻眼了 他十分同情地对我说 颖子美 你过得真不容易 他叫来保安 把三人从公司里丢了出去 我说我要处理一下私事 上司发了慈悲 让我自己看着办 三人在公司外还没明白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在他们后头来 看他公公在骂他们两个 该死 你们不是说只要把他名声搞臭 离婚以后给我一半财产 现在好了 钱没拿到 人还被丢出来了 穆子明像孙子一样胃头苏尾 不敢滋生 叮咛咛 穆子明的手机来了电话 他接了电话 不小心误触开了免提 穆子明 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你个败类 电话那头老板亲自骂他 骂得狗血淋头 我笑意样然地上前 叫了他们一声 古一花骂我 贱人 你动了什么手脚 公公 之前说是一家人 提到钱 就不是一家人了 看着公公黑下来的脸色 握紧的砂锅大的拳头 说不害怕那是假的 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恐惧 面上镇定的让他们看看现在的抖音微博热搜第一 公公看着手机 念了了出来 畜生母子密谋杀人吃绝户 趴在额头上的青筋抱起 你没删干净 恭喜你们啊 上热搜了 我把他们的视频发到了网上 床室打了吗 出轨 吃绝户 密谋杀人等等 引发社会热议的词条不下三个 直接把他们送上保衣 警察高度关注此事 已经在抓他们来的路上了 你找死 公公抬手要打我 警车飞驰而至 黑幽幽的枪口对着公公 别动 警察 公公的手悬在空中 整个人石花在地 在想把丈夫和婆婆王子里整 我就没有把公公这个人给排除在计划外 他是双刃刀 我可借刀杀人 这刀也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所以我没打算给他留一条后路来报复我 通过搜集资料 我发现他的前任老婆是被他亲自打死的 他出了钱封了他父母的口 心里对他有恨意的小叔子仍然保留着证据 父母知吗 他不敢违抗 他父母现在死了 他也没有什么顾虑 我出钱 他给证据 你爸爸 是杀害你亲生母亲的凶手 我冷酷地告诉穆子明这个事情的真相 穆子明咬牙切齿地否认 你撒谎 我让他自己去问公公 爸 是真的吗 公公没有否认 我杀了你 穆子明扑向公公 他平生第一次反抗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竟然是在被警察包围的地方 婆婆要拉穆子明 儿子 你冷静啊 别杀人 放手 死三儿 滚开 穆子明把古一花甩开在地 就像他当初甩开我一样 力度反而更大了 古一花像一只受惊的鸟 他的儿子居然朝他发火 要不是看你有利用价值 你以为凭你能当我吗 穆子明一直没有把古一花看成他的亲吗 他只爱他自己 古一花到头来 发现自己其实也是个工具 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崩溃大哭 彻底疯了 再说一遍 别动 警察跑上来控制住情绪失控的穆子明 把他 公公和古一花一同带回了警局 公公因为故意杀人罪 被判死刑 警察深入调查 发现穆子明还挪用公司公款 公款投放到的是婆婆古一花的银行账户 数额不小 加上故意杀人罪未遂等其他罪行 穆子明和古一花被判无期徒刑 法院判定穆子明为过错一方 夫妻财产权归我 冷熙容得知了消息 非要请柯庆祝 冷熙容要结账 我拦着他 不让他结 大手一挥 喊来服务员刷卡结单 冷熙容假装酸溜溜的说 悠悠悠 富婆真有钱 还抢我请客的风头 宴席散去 冷熙容打得送我回家 我们两个关系一直很好 坐在车座的后座上也不觉得沉闷 紫美 冷熙容突然道了我名字一声 我示意他说话 我们很久没有这么开心的出来玩了 是啊 我感慨到 我一直很佩服你 你因为照顾伯父伯母放弃读书 最后事业发展比我还好 高中为了生病的照顾爸妈 我休学了 精心照顾 爸妈还是离开了我 这是我心里的一根刺 我不愿多说 没想到会被丈夫拿来讽刺我 你被穆子明那个家庭束缚住了 变得不像自己 我很高兴你现在做回了自己 看着冷熙容忠心希望我过得好 我心里十分感动 一直在他脸上亲近亲 被他嫌弃肉麻死了 古一花像一只受惊的鸟 他的儿子居然朝他发火 要不是看你有利用价值 你以为凭你能当我吗 穆子明一直没有把古一花看成他的亲吗 他只爱他自己 古一花到头来 发现自己其实也是个工具 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崩溃大哭 彻底疯了 再说一遍 别动警察跑上来控制住情绪失控的穆子明 把他 公公和古一花一同带回了警局 公公因为故意杀人罪 被判死刑 警察深入调查 发现穆子明还挪用公司公款 公款投放到的是婆婆古一花的银行账户 数额不小 加上故意杀人罪未遂等其他罪行 穆子明和古一花被判无期徒刑 法院判定穆子明为过错一方 夫妻财产权归我 冷熙荣得知了消息 非要请客庆祝 冷熙荣要结账 我拦着他 不让他结 大手一挥 喊来服务员刷卡结单 冷熙荣假装酸溜溜的说 呦呦呦 富婆真有钱 还抢我请客的风头 演习散去 冷熙荣打得送我回家 我们两个关系一直很好 坐在车座的后座上也不觉得沉闷 紫美 冷熙荣突然道了我名字一声 我示意他说话 我们很久没有这么开心的出来玩了 是啊 我感慨到 我一直很佩服你 你因为照顾不父 伯母放弃读书 最后事业发展比我还好 高中为了生病的照顾爸妈 我休学了 精心照顾 爸妈还是离开了我 这是我心里的一根刺 我不愿多说 没想到会被丈夫拿来讽刺我 你被沐泽明那个家庭束缚住了 变得不像自己 我很高兴你现在做回了自己 看着冷熙荣忠心希望我过得好 我心里十分感动 一直在他脸上亲近亲 被他嫌弃肉麻死了 我心里的一根刺